疫情期间少出门 但是如果到了台中北区驱光所来洽工 就能顺便逛画展 感受一下自然田园的惬意 最近展出了画家张美丽的作品 用细腻水墨工笔 绘出了鸟语根根分明 牡丹还有芙蓉的颜色漸层是自然拟争 描绘花鸟之美 除了实体的展示之外 也有线上还有荧幕的观赏 方便民众来欣赏 麻雀群停在瓜藤竹篮旁 生动呈现自然景象 画家张美丽用水墨工笔技法描绘花鸟 一系列画作为期两个月 在北区驱功所展出 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只有这个大厅的部分 我目前是16幅 就是大大小小 以小品居多 那因为工笔画 我自己也还蛮喜欢 也学了一段时间 因为工笔它的信条很美 然后它的用的色彩很丰富 其实非常受人家的喜爱 又有我们生活上的一些题材 然后它每一幅画的命名 又有巧思 来享受一下这种愉悦的心境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疫情 大家都闷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我就好兴奋 就一定要来赏这个画 运用三楼一廊空间 分享16幅小型画展 民众趁着洽工等候之鱼 近距离欣赏艺术美 透过意境感受田园的歉意 也成为疫情期间 城市里的文化乐趣 张美丽在20多岁时 工作闲暇发展兴趣 接触水墨工笔技法 学习数十年不断精进 因喜爱让兴趣成为专长 绘画乐器或什么的其实都可以 年轻人真的想做什么就去做 想学就去学 我们展出张景向老师的公笔画 因为防疫的关系 我们遵守防疫的规定 那在厅社的管理上面 我们会做一些管制 所以我们这次在 特别在一楼的大厅 有一个大荧幕的方式 让来洽工的民众方便清净艺术 因疫情减少出门 区公所除了实体展示 也规划线上景荧幕观展 在一楼电视荧幕轮流播映 不少经过民众停下脚步欣赏 脸书上也有分享画作 在数位科技管道 用水墨花鸟自然之美 抚慰人心